17号晚间发生一起七年斗殴 案件两名高中生疑似感情问题 先是在校园发生冲突 随后相约到太平洋公园展开谈判 没想到其中一名学生 居然找来十多名的友人助阵 在亲子众多的公园里头 把利益方的学生轮流殴打 行为非常嚣张 深夜时间一群高中生 相约在花莲南兵公园 谈判为的是干妹 你是不是跟我妹在一起 然后可以演示一下 干妹跟别人好上了 干哥不开心 找到厕所去后面才会相约这场公园谈判 谁知道高中生找来一大群兄弟助阵 只见一旁的人各个手抱胸 摇头晃脑 想装出一副狠派的样子 结果双方一言不合被拱单挑 你们两个就好了 我们其他人不会动吧 结果先挑适的干哥 一把被过肩摔重重摔在地上 眼见局面输了兄弟们全都上前动手 那边因为现在有规划很多游乐设施啦 我常常带小朋友去 可是现在变成那样的话 可能不太敢去 如果说这么出门的话 有这样子 你又担心小孩子出门啊 那万一说 只要他们出门我们就会害怕啦 你一拳他一脚 说好的单挑变成围殴 一旁还有许多人大声叫嚣 息闹场面混乱 甚至有人疑似拿安全帽飞扑过来 最后被围殴的高中生认输又被拉到一旁 继续呛瞎 经本分局扩大侦办 已经掌握对相关的涉案人身份 并以通知对相关人陆续到场说明 全案将依伤害及妨碍秩序罪进行侦办 单挑打输 但有兄弟助阵就是很呛 因为干妹感情纠纷演变成公园大乱斗 疑似还找来校外人士助阵 校方接获通报将会介入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陆 订阅 订阅 谈阅 订阅 订阅